我們iPhone店目前還有現貨 那給你換大概是20分鐘 那價格是900塊 服務親切標榜價格低廉 修理速度快 借此信銷資足上門 業者就算遭到警方查氣 生意不受影響 荷包照樣賺包包 執行業者維修據點 櫃台有服務員建議 硬碰還有交宜廳 維修中心大打專業牌 就連官方網站也弄得跟真的一樣 主打原廠工程師的名號 所有iPhone相關零件修繕都很專精 強調絕對無盜版 講得很保守卻不敢正面回答敏感問題 跟消費者大玩文字遊戲 這就是他們一貫話術 不是3C達人 可能都會上當 雖然可以透過面板CCAI標誌上顯示的NCC認證碼 確認零件真假與否 但內界很難分辨 尤其i8以後的規格 不會把認證標商印在外殼消費者 更容易上當 違法維修業者就位於內湖科學園區裡頭 就連台中高雄都有據點大賺民眾盜版錢 反貌商品的來源 警方正在清查當中 不過研判可能還是來自於大陸地區 以蘋果產品為主 大賺盜版暴力 警方趕緊出面停醒 消費者被騙是小 就怕來路不明的產品在使用上沒有保障 解消人 宋香林 台北報導